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其实我自己是蛮意外的啦 因为我们窄窄下班中 好像比较少介绍 这种所谓 转身到异世界类的作品 但也不是没有 对啊 应该说因为这种 转身到异世界类的作品 市面上太多了 而且其实大部分都挺有名的 但是 因为这部实在还蛮有趣的 想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 这部作品啊 他的书名叫做 野人转身 野人 作者也是野人 对 原作者 他其实是有小说的 应该说 他的原作其实是小说 然后 我们要推荐的是 他的漫画版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因为 这部他在日本那边 也是这样 也没有出单行本 他是直接就直接出了漫画版 对 对因为作者 他是在一个叫做 来称为小说家吧 的那种小说平台上面连载 然后作者就有提到说 他当初有人来跟他接洽说 可不可以漫画画他的作品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诈骗 因为他觉得这个题材其实蛮冷门的 然后他觉得转身 其实就像阿滋讲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在创作 也都蛮有名的 他想说 我这个风格很冷屁耶 怎么会有人来问我要漫画画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太过硬派了 硬派到让我觉得 哦好帅气啊 充满了男子气概 所以我才觉得说 对 而且因为他的作品 野人转身的作品的特殊性是在于说 他的开局吧 是全裸开局 够野人 够野人 对 这部看经历毕竟是转身戏的 所以就像大家所熟知的 他的就是一般转身戏开局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叫做 野人吧 本名叫做野奇人质 可是因为他的长相很粗犷 然后加上他从以前就在锻炼空手道 然后就大家都叫他叫做野人这样子 然后某一天他为了救人 不小心出车祸死掉了 对 就是这种非常Logan的开局 然后出车祸死掉之后 就被转身到异世界 结果呢 在异世界中 那个异世界的神明啊 就很随便的 给了他一个肉体 真的很随便 真的很随便 然后就把他丢到了森林里去了 然后就这样圈落开局 我觉得这一部是会让人家觉得 我为何要转身 我为何的作品 我觉得这样讲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说出他的魅力 是因为 他除了因为一开始跟其他的那种 会给主角一大堆外挂的方式不一样 是因为这个主角他 他很朴实 对 他唯一能够使用的就只有他从以前锻炼下来的空手道技能 然后 什么都没有 还有他喜欢看类似Discovery频道那种野外求生的片 感觉他有在看 他就真的只能圈落的 然后徒手的 从收集木枝啊 然后收集树枝啊 然后石头啊 然后想办法寻找 寻找自己的住所啊 干嘛干嘛的 然后钻户取火啊等等的 其实他 写到蛮多野外求生的细节 对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想到的那种 你到荒岛求生 或者是你到那个荒野求生的那种故事开局的感觉吧 只是里面跑出一堆比较 非现实中的那种动物跑出来这样子 像是哥布林之类的 对像哥布林之类的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他的漫画吧 因为我觉得当时这种题材会吸引我其实是还好 但是真的让我觉得 哦眼睛一亮的是这个漫画版的这个作者 他的战斗场面真的画得非常的扎实 嗯 很有力道 对对对 他效果线不多 如果大家有看他的漫画版会发现到说 他其实你发现那种野人 他用空手道在打击那些魔物或怪物的时候 他里面并不会像一些比较 使用大量效果线的那种效果 没有 他就是很稳招稳打的就是一个画面 然后只有少数的效果线 但是他却能够呈现出那种 呃 冲击力跟 那种力道的那种画法 啊我就觉得 哎这种扑手画法让我很中意 没有速度感 有时候有些作品为了表现速度感 他会去扭曲那个结构 我不是很了解那个具体的术语是什么 就是把它改变他的那个人物跟物体的结构 然后还有会用上很多辅助的线去描述说这个动作是有速度感的 所以说野人转生在画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是定格的 对 他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他是定格的 可是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他那个踢腿啊 那个出拳的速度感 就是会有种很特殊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就 我觉得好像用讲的很难能够让大家理解那个画面 但是实际上你去看你会发现到 真的就是那种 冲击 对 扎扎扎扎扎实实 全全倒露的那种感觉 然后 故事本身的话 故事本身 主要就是看主角 他怎么在一世界挣扎的生存下去吧 就这边也很朴实啊 不只画面很朴实 剧情也超朴实的 嗯 其实很单纯 不过虽然朴实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他悬疑的地方吧 像 呃 第一集的话 大概到最后面 他会出现一个 哦 我以为是神的恶作剧 然后最后发现还真的是神的恶作剧 哈哈哈哈 就是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而且这一部 他其实有电子书 所以 如果 就是 呃 想看看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在电子书平台上面 买到来看 或是租这样 对 可以 然后 他的故事并没有 目前 因为我自己后来也有跑去翻一下那个小说的剧情啦 因为我漫画实在连载有点慢 所以我去翻到小说的剧情 然后发现到说 其实漫画版他有 自己有一些增笔跟删减的剧情 嗯 对 他有删减跟增笔 就是跟原作小说会有一点稍微不一样 但大致上他的路线是差不多的这样子 嗯 然后漫画的话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每一画的最后他有一个极限求生的特别专栏 哦对对对对对他会讲解很多比方说生活啦或是可以食用的昆虫啦 然后各式各样他会呃在讲解的时候他又会搭配故事的剧情 所以当你看完之后再回去看那一段生活的那个那个感受又不太一样 对就他就是一个把一世界求生跟那个野外生存把它结合在一块的故事 就是可以在愉快的阅读中然后获得一些野外求生的知识 毕竟我哪一天也许会用到对吧对吧对吧 不会啦还有就是那个空手道他里面对空手道的那个介绍也非常的多 我就觉得欸其实这作者本身会空手道吧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那种包含的一些架式啊 然后对空手道的一些体悟啊 还有他的那个武术的那种武道的那种神魂 对他在解释那个什么杀气那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原作者可能本身有练空手道吧 不然他不会那么熟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这部作品他主要有两个特色 一就是野外求生 二就是空手道 然后在这种这两个主要的故事算题材吗 就这两个主要的那个特色 然后把它放到异世界的求生 在这异世界求生里面呢 这个异世界非常的残酷 对有等级制 虽然我其实对那种有等级制或者是有视窗的那种作品 有点怎么讲 有点我觉得看腻了啦 但是因为这部里面 这种等级制跟这种视窗的影响 其实对整个作品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我觉得还好 应该说我觉得主角现在还在下层打滚了 还没有变成那种所谓的怎么讲 超强的类型对不对 对然后还没有开始的接触到上阶层 他还在非常扎实的在下层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这种精神 不知道我也看了很感动 看了很感动 对啊 因为他的努力是那么 他很努力 但是那个 他很倒霉 效果非常的微小 但还是很努力 应该说这个世界的神呢 对他很恶劣 对我们的主角很恶劣 基本上就是把主角当作打发时间 然后看笑话希望他死掉想把他弄死的那种故事 很坏哦 对 所以你就看到主角很 坚韧的在这个世界中努力的活下去 然后神会在旁边时不时的 怎么讲嘲笑他或者是 观赏他的各种痛苦求生的过程这样子 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啦 我觉得应该有人会对这方面蛮有共鸣的 为什么会有共鸣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部的精神就是 作者透露出来给我的精神 就是不管外在 不管有谁在给你制造苦难 但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这种味道 哦 坚忍不拔的精神嘛 怎么突然一步 异世界转生会跑出这种坚忍不拔的求生精神 的确 我是忍不住就开始想象了 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哦 你说原作者是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野人这个角色应该是非常的 90%是作者的投射 有可能耶 我也觉得 小说的话也是第一人称就是了 嗯 所以有点像是野人这个作者 他想象他自己转生到异世界 然后被生命恶作剧 哎 有可能哦 然后这个生命的恶作剧 有可能是现在来自现实生活的恶作剧 他有一种转化 对一种转化 当然反正不管他有没有这么高级的那个精神思想啦 反正他就是很有趣的异世界转生作品 然后画面也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那个可有可无的那种技能版面 哎其实也不能说可有可无 就是 呃很饥饿的技能版面如果可以取消掉就好了 这个故事 如果取消掉 如果取消掉他就没有那种游戏风味了 那就不是就不是异世界 他只是 哎 还是异世界里面生物很奇怪 异世界转生 他就没有游戏的那个味道 那就是 另外一种流派的异世界转生 对 可是他保留 但是因为我看了小说后面的剧情啦 所以我知道说为什么还要保留游戏风格的这个特点 这其实是跟神的嗜好有关 不过这已经是蛮后面的剧情了 我也不知道漫画版会不会去改动这部分的设定 所以也很难讲 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说的 漫画跟小说其实他们真的有稍微改动一些章节 跟删减一些章节这样 哦 嗯 好啦总之 对 我们要戳手时候拜托大家去买书 因为我是觉得他还蛮有趣的 就是在一大堆异世界转生中 他算是属于比较清流的那一类型 嗯 就是一股清流 就觉得啊 看了一大堆异世界转生之后 我看了一个让我觉得啊 内心觉得嗯 愉快 喜欢 的那种 真的 嗯 所以如果看腻了异世界转生 可是又其实对异世界转生又很喜欢 诶 这话会不会有点矛盾啊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哦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所以想要吃点味道特别的 然后在一大堆华丽的有各种元素的 要甚至是要素过多的作品里面 看到一部几乎要素为零 就是一切都是空白的 就靠着一个人 然后一个技能 然后开始打着 对 他应该这样讲好了 里面他这个故事就是 他到了异世界 然后神的给他的理由是 为了避免破坏生态平衡 所以什么都不给你 然后就 他就说什么 唯一比较算是特殊的地方是 因为他被神很恶劣的设定成 怎么讲 哥布林 特别怎么讲 就是某种 特别臭 某种特殊的 哥布林 好恶劣哦 的神哦 对 所以他其实他杀害人类的经验值会比较高 我刚刚居然提到杀害人类这样 好像就是类似这样的设定啦 对 这个故事其实很残酷 到后面 除了杀怪物之外 也有杀人类 哇好可怕 就很难啊 生存这么艰难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哦天啊 对 他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真的啦 这种异世界转身作品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如果是我干脆不要转身 算了 我在现代是不是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 哦 可是野人他就是一个充满任性的人啊 他就是那种说 啊 既然都转身了 那这个世界我就要好好的过上幸福的日子吧 这样子 帅气 就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 然后既安之就要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 纵使过得很野人 但是他其实也蛮想回归人类世界的 但是 但是在人类世界中又混得很辛苦 大概就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当做异世界转身轻流类的作品来看 好 那 那么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 因为他现在也才出第一集 如果说大家看了之后觉得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持续支持下去 嗯 嗯 那 诶 总而言之就差不多这样啊 两位还有什么特别要介绍我补充的吗 没有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 后来他 呃 异世界转身作品后来一定会走上 开始打怪的路线嘛 然后他就会需要伙伴跟那个武器嘛 是 这部分也非常的扑实到让我惊讶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 外挂啊 神器啊 这都太遥远了 他连最基础的武器都没有 这是 就上了 然后 就上了 然后还有就是 伙伴什么的 其实 其实也 也不多 也没有 要怎么说呢 他只怎么吞吞吐吐 这是一个让人 闻者落泪 见者伤心的故事 然后我们再说他好看哦 天哪 我们好恶劣哦 诶 不过说到 说到闻者 闻者就是 那个 刚刚阿子讲的那一段 对 我就想到说 他其实第一集 最后面作者 应该说漫画家 画了一个小的 小小的漫画 加笔短篇漫画 我觉得蛮好笑的 就是因为他不是全落到这个异世界嘛 然后 野人他就 用那个树皮 然后做了那个 就是遮蔽下半身的 的裙子 然后结果他看到哥布林 发现哥布林的裙子 比较好看 他觉得他输了 我觉得这一段 真的超好笑的 他觉得连这个 都输了 艺术感灵 有种 他其实这部在一些地方 还蛮有幽默感的啦 真的 就这种 这种 我觉得这种小地方很有趣啊 很朴实啦 就是一个真的是 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就笑了 对 我觉得如果大家看 另一种华丽的 异世界转生故事 看看这个超朴素 超朴实的异世界转生 洗一下那种口味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我希望这种有更多呢 让我看到腻巴 你是说这种充满了 朴实感的异世界转生吗 对 不知道耶 我倒是希望有各式各样 不同风格类型的 就是不要只有那种 我超强的荣奥天 或奉奥天 之类的这种作品 像这种的就很不错啊 等到这个红了 就有无数个 就是类似的作品产生 所以我们要先就是期望它会不会红 动画画的话应该就有机会吧 可是动画画不见得能展现出那个漫画的 我觉得漫画版太强了 漫画版跟那个原作是相辅相成 一加一大于二 我真的觉得漫画真的画得很棒 对啊 大家有机会看一下 如果动画版没有办法展现出漫画的那个特殊性 我觉得会变成单纯的原作的力量 就没有漫画版那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嗯 这也是 我觉得反正我非常的赞美漫画版 对 总而言之我真的觉得漫画画的很棒啊 大家真的就有机会捧场一下 真的真的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对野人转生的推荐差不多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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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好办啊 回去回去 工作咯